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麥教練 好 那首先這球有聞到說 他看到有些運動員他在防守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他的正手區 他直接也是用反拍去擊球 他希望做一個教學 那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用反手的方式 練出顧弱心湯的防守訓練 好 那我先來解釋 為什麼高水平的運動員他在防守的時候 大多數都用反拍去擊球 那包括這個正手區也是 那首先我會講一個所謂實中的概念 就是說今天假設我們拿正拍去做防守 然後我們包括的區域 然後他就很像我們一個時鐘 假設我們手腕是個中心 然後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誒 他的範圍可能就是上面會舒服一點 那我們去比較如果今天是反手呢 那我們這邊一樣是轉動他的手腕 誒 我們再往下 甚至說呢我們在這個 右下角這個區域呢 然後我們可以藉由我們現在身體啊 身體的移動呢 基本上他這樣已經是包含了所有的區域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反手的範圍是大於正手的 那大家可以想啊 今天我們慢慢進入一些高水平了 那高水平呢 通常對手在殺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很多時候你聽到這個聲音呢 球就已經落地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很多時候呢 你們是打球之所以可以下一次的感覺去打球的 那我今天呢 他球來的時候我們就沒有時間去思考說 我還要用正拍或者反拍去擊球 對 那我們就一個習慣性的就是說 欸 我們球來的時候 很多是一個下一次反拍 他範圍很大 對 這樣你就可以去擊球了 好 那怎麼練習這個防守呢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準備姿勢 就很像我們之前那一集 對 我們要 重心要穩定 並且保持個靈活的狀態 對 那第二個呢 你的手啊 盡量不要去拿太靠近身體 對 還是不要去伸出來 因為啊 等一下我們需要去做個 所謂的拉拍 如果呢 你的球拍跟 你的身體太靠近的話 這樣我們拉的時候空間就會縮小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手把他放在前面 手指放鬆做個準備 另外一點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注意說啊 練這個 防守的時候啊 我們打完每一球啊 你的手呢 需要去做一個放鬆 然後準備的 對 那我們打完呢 手就變得很緊還停留在這邊 我們打完放鬆準備 那通常我們準備的地方呢 是比較靠近中間的 打完 有個回復的感覺 打完 重新回復觀察對手 打完 重新回復看觀察對手 對 那這大家去留意這個準備的地方 還有手 我們去放輕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提供一個叫 所謂的九宮格練法 那 就很像啊 假設我們前面啊 它是一個九宮格 那大家可以去 在這個九個地方啊 把這個發力 把練好 那假設我們前面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學員呢 在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可以每個地方啊 大概可以做過一百下 再去感覺一下 一號點 我們就把這個力量 把它發出來 那這個動作要小 那你力量的力量 把它發出來 然後二號點 對 三號點呢 這個正手區 開始就是一個學員 會比較不熟悉 就是要去多練的地方了 對 我們的右半邊這邊 對 那記得拍面啊 是要對著前面的 而我們是要打前 打向直線的 對 然後記得拍面也要直 如果你今天是要打平球的話 那你的拍面 就是要向平一點 好 第四點 第五點也是比較特別 那我們要將我們的手啊 我們把它移到旁邊來 對 這樣子去揮拍 那最難呢 我覺得就是這個六號點 第二點呢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打 那你都可以說 你把我們把身體蹲下來 這樣打也行 對 那這個 這個要去打 去感覺一下 你果斷去選 一直有一種方式 好 那七號 八號 九號呢 來這裡 腳可以幫助你一下 那當我們練手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慢慢給自己考試 譬如說 今天給這個考試 1號 9號 3號 5號 4號 好 那這時候啊 學員可能會問說 那假設啊 今天我們球 離開了我們這個 九宮格的範圍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對 那 這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透過腳的移動 讓自己身體去 讓這九宮格的範圍 把移動到那個範圍裡面 好 示範一次啊 假設今天球比較遠 我們這個球可能在 你的9號 還在過去一點 那我們現在藉由腳 讓自己去 感覺出來 可以腳在那邊呢 那我們一樣來 伸過去 伸過去 對 所以我們準備姿勢呢 為什麼要隨時保持一個很靈活 它就是因為你隨時呢 就可能都要去移動 對 那我們要練到什麼程度呢 那 比如說啊 因為那個球速是真的很快的 所以你是不需要 要看你的球拍的 比如說你要用這個 空間感 你要去感覺到 欸 我不用去看了 我的球拍 我都可以打到球 然後就專心的對方 準備 欸 這樣就可以打到球 這樣就可以打到球 你就不用說 欸 球來的時候 我還要這樣去看著它 對 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 一個反應而已 要讓這個 球拍的空間感啊 去把它 融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好 那我就示範 反手推平球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那我們再換個角度 拿著這個 反手跳高球 基本上呢 應該是 平球跟跳球 是發的原理也是一樣 所以 應該是向上彈 還是可以比 但 原則上呢 如果是打什麼球啊 那其實就是 我們打完記得 手指要鬆 好 如果你沒有判斷到 對方要打什麼球 也是一個持續防守的狀態 那就把你的手 把你中間做個準備 就是目光 要看著對手 好 那今天教學內容 就在這邊啊 反手啊 在這手區的地方 其實很多學員 還是要每天不斷去練習啊 因為 講的簡單做的難啊 那我們 一開始在訓練的時候 也是覺得 很奇怪 那我們也是每天呢 不斷去做這種所謂的灰拍 做久之後呢 你才能去感覺到這個空間感 對 然後這手腕呢 一開始在轉的時候呢 可能稍微也是比較 沒有這麼舒服 但是呢 你可以去慢慢去練到的 可以讓這個手腕呢 再稍微去 讓自己去適應一下這種感覺 如果以上內容有幫助到你 歡迎幫我們在下方 點個讚 並且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